霸鱼烧切瓜 这个霸鱼啊 一般在春天的时候 是最鲜嫩的时候 好吃 那这个季节的 其实也不赖了 是不是 现在呢 我们鲜度还不错 还可以 看它这个新鲜程度 我们大家一般都从哪边看 从一个是眼 然后呢 一个是皮的光亮度 光亮程度 再就是肉的弹性 你看 有的时候你摸鱼的时候呢 你这样一走过去之后 它有力量在回弹 对 这就弹性特好 这种鱼说明没有塌软 但没劲没有分解 它是一个很新鲜的 对 很新鲜的 我发现每次做霸鱼 基本上我们要改刀 都是这样子大部分 对 因为霸鱼的肉啊 它比较容易碎 所以我们要给它切的 稍微厚实一点 而且我觉得霸鱼肉 有一种特点就是说 它刺啥 你吃的时候呢 你真的能想到那种 大口吃的鱼肉的感觉 有时候总觉得吃鱼 会是让很多汉子 觉得不过瘾的事 你得做一小口之后呢 迷迷迷迷 那个刺在免出来 对 但吃霸鱼啊 也不一样 吃鲑鱼啊不一样 也不一样 你就大口的吃吧 吃鱼肉就可以了 有点像吃日本的刺身 就是就是 好这个霸鱼 它算是一种 很有营养的食物 没错没错 在中医来讲呢 霸鱼是能够止咳平喘的 止咳平喘 然后呢 你像过去的人呢 好像比较虚弱的人 就是肺不好 就是过去讲 那么肺结痕肺老的人很多 所以那时候呢 比较虚一点的人 他们就会用霸鱼 给它补身体 让它呢 能够平喘 止咳 平喘 然后不去人看起来精神 那我倒觉得有的时候 看霸鱼啊 它算是有脂肪含量很高 还是很低的 含脂肪比较高的 比刚才咱们做的刀鱼就要高多了 但是呢 也比起咱们的肉来要低很多 就是鱼重算高 对 67%左右 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 它这个脂肪虽然 呃多 但是呢 在它的脂肪还是比较好的 是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 也是鱼油的成分 鱼油 不过呢 它就比较容易哈拉 所以我们在动霸鱼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如果这个油脂啊 你动的时候不是动的特别好 诶 时间长了呢 它就会有怪味 就不能吃了 没错没错 脂肪酸败以后就有毒了 很好的 那我们在动霸鱼之前呢 一定要把它内脏给它去除掉 包括它的腮 是 这样呢 它的比较容易变质的 主要是它的内脏 它里面的微生物比较多 是是 嗯 把这边啊 这个姜片呢 包括这个葱片也都放进去 我感觉有点像我们家常烧霸鱼 就是这样 就是家常烧 嗯 其实烧鱼的过程呢 是个很简单的 嗯 就是我们最后要把它加一点这个茄子 茄子 对 因为我们在家里呢 很少用茄子和鱼来搭 对 没错 你觉得这个 很少的东西搭起来可能不很配 嗯 然后我们 嗯 吃起来的时候 你一会就尝尝 好 而这边这个加的是 嗯 我们加的是特级酱油 特级酱油 就看起来比较浓厚一些 对 然后呢给它爆香 嗯 嗯 一般我们在家里加常烧霸鱼 嗯 离不开这个酱油 就是 一定要放那种浓酱油 就是 北方人吃饭一定要看到鱼是那种红亮的颜色 红亮颜色 你比如说熏霸鱼我们就觉得很好吃 刚才大厨有放了一些酒下去 料酒 料酒 然后就是水了 水 这个水量呢我们掌握到没过这个鱼就可以 嗯 没过它的鱼身 是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鱼呢 嗯 就一片片的摆 摆到里面去 好 这个霸鱼不用过个油 或者说再给来一个初加工 直接就放进汤里面就成了吗 对对对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 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就是说它吃出来的味道不那么香 因为我们有时觉得如果霸鱼要是煎一煎的话会不会 对 像咱这个霸鱼啊 嗯 它这样做法能保持霸鱼最好的鲜度 保持鲜度 就是它的这个鲜味啊 就是霸鱼自己本身的这个鲜味不会被遮 遮掉 你知道 好 我们把它摆进去 OK 一块一块的 呃 这时候呢底部的环一直给它猛加热着 然后我们把它盖的干少 给它烧开 然后呢我们给它调点盐 好 这个煮鱼的时候呢这个咸度呢可以稍微让它咸一点 嗯 嗯 因为我们汤好像放的比较多 它这个鱼呢比较厚实 嗯 然后呢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入味 嗯 嗯 给它让它稍微口味呢让它稍微皱一点 好盖上盖子 嗯 这时候我们需要稍多长时间再把我们那个茄条放进去 这个霸鱼在烧的过程当中呢也差不多也得要20分钟左右 嗯 就是把它烧熟了差不多 一定要把它烧熟 嗯 这个茄瓜我们今天为什么叫茄瓜二次 是因为有一个 就是叫茄子也是 就是把茄子收成了茄瓜 真的茄瓜 这起来更加的阳气 更阳气一些 嗯 这个茄子长的时候也是在一个架上长了 对 像一个瓜 像一个黄瓜 因为它们都属于刮茄类的 没事没事 刮茄类的它都属于茄果 所以这种刮茄类的它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纤维质要少一些 水分大 所以论营养成分呢 不像绿色的叶子啊 这么多的纤维 吃起来呢 细腻 细腻 茄子很细腻 而且呢很流行这几年 对 尤其是呢 哎 呃 国内的有一些这个误导 告诉大家要生吃茄子 嗯 那很多人也是盲目的追捧它 其实生吃不可以 但是它本身有一些东西 呃 本身营养还是非常棒的 嗯 它其中有一种维生素P 嗯 这种维生素P呢 我们又把它叫毛果云香碱 嗯 对老人来讲呢 是可以预防心血管病的 嗯 可以预防那种出血啊 然后能让心血管更加强壮 嗯 那我们就更加长寿了 所以说平时在说吃茄子呢 不能生吃 但是你可以尽量的吃点 对 茄子做的菜 对 我们可以熟吃 这个茄子里面有茄碱 绝对不可以生吃的 绝对不能 嗯 生吃以后会拉肚子 哎 这边我们在锅呢 中来一点油吧 对 我们用一点油 把这个茄子呢 稍微炒一下 好 然后我们这个茄子呢 一定要带着皮来吃 带皮吃 嗯 这个维生素P呢 紧贴这个茄子皮下面 哎 就是带着皮 不要把皮削下去 对最好不要削皮 好 锅中来点油 这道菜我们要把茄子要先煎一下吗 嗯 我们给它炒一炒 然后一焖 给它焖到这个刚刚成熟的 我们直接放在锅中 然后这个时候这边的鱼呢 基本上就能炖的差不多了 然后给它加进去 让它充分的炖制入味 然后大火收汁起来 我在想说 如果把茄子直接一会放进去的话 会不会更好 更省事 因为这个茄子在这个水中当中煮的时候呢 它会吸出大量的水分 嗯 然后它就会好像里面有那种水 水激素的那种 就是吃起来不香的 就是没有那种香口的感觉 可是我们如果铺爽吃的话 应该是也可以这样做的 就是精力求精了 这个方法会味道更好 吃起来口感呢 就会稍微差一点 这时候不需要爆香了吗 这时候 不要 我们直接就是炒茄子就可以 好 把茄子直接干炒一下 提前先过油 在家里面您做茄子的时候呢 想出来那种香香的甜甜的味道 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先煎一煎它 煎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呢大叔 就我慢慢的把它翻匀 然后让它受热均匀了 然后我们关火焖着它就行 哎 一会等鱼烧好了 直接倒进去就行 OK 好 茄子呢现在处理差不多了 可以放进去了是吧 对 好 来 那我们打开一看 这个茄子呢已经是软的了 这个看起来不是很油 应该是刚才用它的油 像咱们呢就是给它炒一炒 让它热透了 然后呢给它一焖 哎 差不多也就五分钟左右 就行了 它就能焖到这个成熟 基本上成熟的那种状况 好 这时候就把它直接放进 我们这边呢 烧到霸鱼的汁里面去 哎 这时候两个放在一起 要烧多久呢大叔 哎 有五分钟就够了 五分钟 好 把它放进去 加上茄子之后呢 哎 我们就可以大火来收了 这时候大火收汁了 我们要大火来收了 调到最大 OK 大火收汁 然后五分钟之后 然后差不多也就四五分钟 然后汁有点浓了 来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这边这一道剁椒蒸带鱼呢 已经OK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一道大鱼炖 茄瓜 醒出来 哎 我们在出锅之前呢 最后放点香菜段 哎 来一点 好了 咱们可以关火了 好 这时候直接用我们这个锅来 享受它 是不是 够实在 咱们这样 咱们先尝尝这个 来辣红红的口味 好吗 然后再尝我们这边这一道 来来来 尝一看这味道如何呢 真的好吃 我觉得这种肉呢 我们蒸个大鱼块 蒸个别的鱼也能好吃 嗯 肯定好吃 对不对 好吃 真的好吃 来尝尝我们这一道 哎 加长贝 这个是 对 我非常喜欢吃里面这个茄子 而且这个茄子 就是加长贝 很有鱼的味道 真的是有鱼的鲜味 这个茄子我觉得它很奇怪 你要是跟它炖那个鲶鱼 它会吸收鲶鱼的鲜 对 你要跟它炖鲑鱼 可能会吸收鲑鱼的鲜 鲜鱼的鲜味 就是它很容易吸收鱼的味道 对 而且它善于吸汤汁 是不是 这两道菜 加长的海鲜 但是做出来的感觉 却是一种很创意的味道 特别独特的味道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是很下饭的菜 是 今天谢谢我们高大师一份忙碌 谢谢您 谢谢郭老师 细心的讲解 谢谢 不客气 感谢第二次前编 正在收看节目的 你的一直的守候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的大抽烹小菜 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